苍结造字 相传,苍结是皇帝手下的官员,负责管理牲扣的数量和食物的储藏 他聪明能干,对牲扣和食物的多少掌握得一清二楚 然而,牲扣的数量和食物的多少经常变化,光凭记忆已无法准确记住 苍结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结绳技术 他用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牲扣和食物的种类,用打结的方法代表具体品种的树木 但是,这个办法用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方便了 因为增加的树木打个结就行,可减少树木时,解个结就麻烦了 苍结苦苦思索,又想出一个办法 他将绳子结成圆圈,然后在圆圈上挂上不同颜色的贝壳,来代替不同种类的东西 数量增加时就添一个贝壳,减少时就去掉一个贝壳 这个办法又沿用了几年 一天,苍结参加集体狩猎,跟随众人来到一个三叉路口 几位老猎人争执起来 一个说要往东,东边有羚羊 一个说要往北,北边有鹿群 一个说要往西,西边有老虎 苍结上前问三位老人是怎样判断 老人只给他看野兽留下的脚印 说,根据不同的提印就知道是何种野兽 听猎人们这么一说 苍结灵机一动,突发奇想 一种脚印能代表一种野兽 那么,用一种特殊的符号就可以代表一种东西了 想到这里,他兴奋不已 连夜钻研新的记录方式 最后终于确定下来 他根据每一种事物的具体形象 画出与之相对应的符号 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巧妙 有了这种符号 苍结将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苍结又不断地创造出符号 使表述事情的符号越来越丰富 皇帝听说后,对苍结大家赞赏 到各个部落传授这种记录方法 于是,这些符号渐渐推广开来 形成了最初的文字 苍结因为造字深得皇帝的器重 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因此,苍结感到飘飘然 眼睛慢慢上移 最后移到了头顶上 而且,渐渐地 他造字的态度也马虎起来 邪话传到皇帝耳朵里 皇帝十分生气 决定派人去提醒苍结 于是,皇帝召来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 老人与皇帝商量好对策后 去找苍结 此刻,苍结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 长呼须的老人默默地坐在后排 苍结教完后 众人纷纷散去 唯有这位老人没走 苍结好奇地问他原因 老人说 苍结,我年老眼花了 刚才你教的字中还有几个我不明白 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苍结欣然同意 老人说 你造的马、罗都有四条腿 而你造的牛字 为什么就少了四条腿 只有一条尾巴呢 那水里游的鱼 一经你造字 多了四条腿 却没有了尾巴 这怎么解释呢 苍结一听慌乱了 心想 我造鱼字 却写成了牛字 造牛字时 又写成了鱼字 这全都是我自己 粗心大意的结果 苍结后悔不迭 但是 这些字早已传遍各个部落 无法更改了 他知道自己 筑成了大错 便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老人对苍结说 你创造了文字 功德无量 人们会世世代代记住你的 但你绝不能骄傲自大呀 苍结虚心地吸取了教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